国教计划通过 以后特色招生可以由15个招生区 自行来举办小联考 教育部还说 免试入学各县市可以自定排序入学的方式 就各走各的调就是了 搞得校长啊家长啊都很担心说 怎么乱成这个样子无所适从 在哪里就是那四颗圆圆的水泥那个地方 仔细听课努力抄笔记 虽然说103年后12年国教上路 学生压力应该会变小 但哥哥都不敢马虎 因为教育部已经定案 今年入学的国中生首先适用 103年时共15个学区特色招生 各校可以连招或是自办 入学的方式不一定要鄙视 学生可以透过甄选或是面试入学 教育部还说 避免学生全台跑透透 同领域的特色招生 各校必须同天举行 到时候4月全国会考 5月升旗免试入学 6月再举行办特色招生考试 而全国会考的成绩也不排除会列入考量 这样一栏如同小型联考 学生觉得闯不过气 平常你就得用在面对计策的态度 去面对每一个考试 即使是小考大考都不例外 学生压力好大不是没有原因 到时候免试入学人数 占总招生额的7成5 特色招生则占2成5 要是免试人数大于招生的人数 虽然不建议抽签 改由开放各县市决定比较排序方式 让国中校长和家长都认为 中央根本是卸责制造乱象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那个超额的部分到底怎么应该要怎么处理 教育部应该有个原则上的一个约定 不要让各县市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那如果统一考试当然人家会说是个小年考 那跟过去又有什么不一样 那高中端他们要发展特色就没办法按照 按照他们的需要来来征选他们所需要的人才进来 青年级生已经开始国中课程 12年国教却才刚开始定案 实施方式却要各县市自定 怪不得学生和家长会认为 看似免试减压其实更扰民 中文新闻夏军城 演艺厅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